用試試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訴訟臺灣 那麼在這一週當中 我們要來跟大家共同的探討的焦點 是中華民國的稅改 我想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專家 要從這個租稅改革的角度 要讓臺灣找到一個強而有力的 一個遊戲規則 大家能夠重新在租稅上 找到一個好的立足點 讓臺灣恢復經濟的競爭力 我們來看在這個禮拜當中 其實第一個 原來在川普上任之後 美國股市的牛市 現在大致上有一點完喪了 我們看到美國的稻窮指數 漲到兩萬一千一百六十九點之後 那麼現在開始在回檔 這個回檔也造成臺股現在也開始有點壓力了 那麼臺灣的加圈指數最高到九千八百六十八點 那最近開始在拉回 這個拉回臺積電開始回檔 這當中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加圈指數回檔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貴買中心的OTC的指數 現在平創新高 所以今年的格局在過去三年 是完全以外資來主導的臺股市場 那在最近我們發現很多的內資回流以後 那麼開始在這個市場上扮演一個比較相對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資本市場的情況 另外我們也看到在這個禮拜當中 台股最受到矚目的焦點 從國際的減資開始 要給大家介紹一下國際過去很長時間 股價都在十塊以下 他的資本額是兩百二十億 後來有一次我碰到陳泰民 他跟我講他公司的股價 靜值比連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我說你是被動元件 這個基本上股本不要那麼大 我說從減資開始 那麼他開始第一次減資百分之三十 第二次百分之七十 那麼再減百分之二十 那今年又要再減百分之三十 他的股本會從兩百二十億降到減資完 在今年減資以後變三十億兩千五百萬 那麼我們看到在這五年當中 國際配發出來的現金股息 這個減資的部分是兩百三十九億 如果再把現金股息加上去 大概三百六十億 在股價很低的時候 他的市值一百六十億 現在的市值超過四百億以上 所以換句話說 經過這個減資的工程 那麼現在他的股價開始明顯 在市值上大概成長了三倍以上 我們看到從兩百二十一降到五十二點一五 這個五十二點一五 現在國際給大家好的示範以後 在過去這一年 臺灣開始這個現金減資的公司 我們大概可以講叫肉譽不絕 那麼去年大概三十七家 那麼今年開始 我們看到包括震盪行 在這個禮拜宣布減資百分之三十 那他同時配發三點二十的現金 所以大概這個震盪行的股東 今年可以領回六塊多的這個股息 所以股價開始漲停板 強力的拉升 在過去中強光電 一次減資百分之二十 一次減資百分之二十 另外穩茂 過去三十塊 現在股價到一百四十一塊 那麼他經過兩次減資 一次百分之二十 一次百分之三十 所以現金減資在台股 逐漸扮演相對重要的角色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在德國部署 薩德飛彈之後 他招來中國的強力的反制 這個反制當中有的是大陸的這個民眾 大家杯葛這個樂天集團 那麼樂天現在很多的超市紛紛歇業 所以這個是看起來在過去 我們在兩岸九二共識 台灣遭到大陸很大的抵制 現在這個壓力在南韓身上 不過我們要稍微緩醒一下 台灣很多的民眾在尤其旅遊業 在陸客不來之後 他跑出來跟政府抗議 但是南韓的民眾 雖然中國給他抵制很大 但是南韓民眾非常的自製 這個是給台灣一個比較好的 參考的示範 那這禮拜我在臉書特別提到 郵局 其實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像我有個雜誌 他是禮拜五早上就出刊 禮拜五早上出刊以後 通常我們用限時掛號寄送到 禮拜六都可以收到雜誌 那麼現在在一例一休以後 要到禮拜一才能收到 那有些比較像新北市的一些巷弄 大概到禮拜二 那中南部到花蓮到了禮拜四 那一本雜誌 其實我們是周刊 在外面的旅行五六天 那用限時專送旅行的五六天 等到禮拜四收到 其實那個新的雜誌又要出來了 這個其實都是一例一休給大家帶來的後遺症 那麼在一例一休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在早期 我相信我們黃會計師是在先探雜誌出刊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出刊的時候 到裝訂廠去裝出 然後送到郵局 然後大家晚上深夜十一點 十二點一起去吃宵夜 那我想這個時候 我們感覺到工作是非常快樂的 那現在我們原來勤快的精神 現在不見了 不見了以後大家變得斤斤計較 這也是臺灣在未來的發展當中 其實我們所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好 另外我們也看到景氣的復蘇 幾個徵兆已經都是非常正面 這個景氣判斷分數 常年我們有是連續九個藍燈 現在是連續七個綠燈 而且分數從十四分到了二十九分 如果再加一分 大概就黃紅燈了 就過熱了 那出口的衰退 現在看起來 我們在最近都呈現兩位數的成長 那最大的原因是在過去積極太低了 所以現在出口開始扭轉頹勢 第三個GDP 我們曾經歷過三個季度的負的成長 現在開始轉為正的成長 包括四月裡也開始轉正了 那這個時候 我也希望說我們回來看一下 臺灣其實在川普提到 美國重返製造業之後 我最近看到王文淵先生有很多感慨 臺塑這次投資美國的德州市企一千五百億 路易斯安那州兩千八百二十億 他那天特別跟我提到 他說現在石化業的新的製程 對污染改善 他會發揮非常大的效力 但是臺灣聽到石化業 大家就採取這種抵制的姿態 他說他在美國享受貴賓局的待遇 他說小英總統到德州 大概跟德州州長談了半個小時 他說他可以談三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說 在過去看到在大陸的招商引資 現在這個情況在美國也開始出現 所以川普這次駐障會重返美國 其實也給臺灣有很大的啟發的效果 所以我們看到臺灣的總體經濟當中 我們的出口成長 現在開始呈現兩位數 二月份的出口成長 力道超過二十二點七趴 這情況更是相對的凌厲 所以我們在一個順境當中 小英總統如果來引導臺灣 在整個景氣好轉的過程當中 我們如何抓到這樣的一個契機 我想今天我們稅改是扮演重要角色 大家看到連從農曆年之後到現在 很多的這個過去流到外面的資金 開始回流臺灣 我們讓股市出現超過千億的成交量 現在林全院長已經揭示未來在五月稅改 這個稅改已經我們有兩場 兩場座談會舉辦過了 那我們陳首長也參加過一場 那我想這個過去 常年關心臺灣的稅改 黃春生會計師 那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他從臺中北上 來跟大家好好來談談 臺灣在林全院長揭示稅改之後 尤其川普今年這個稅改目標 從這個貨幣政策轉向這個財政手段 要讓製造業重返美國 美國的稅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臺灣的稅改能不能讓回流到 臺灣的熱錢 除了進入製造業 變成引導臺灣經濟向上的力量 那稅改能不能讓這些熱錢過去跑掉的 讓他們重新回到臺灣 能夠在臺灣生根 能夠轉換成臺灣經濟成長的最大動能 我想今天這個稅改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來介紹兩位我們的特別來賓 先介紹黃春生 黃會計師 主持人好 陳所長好 還有親愛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政大會計系主任兼 會計研究所的首長 那麼他是富爾布萊特的這個 這個國際交換學者 那麼是在政大會場有名的老師 陳明進 陳所長 主持人好 黃會計師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這個我們今天先來看看 這個林全院長到底如何 在這個稅改當中 能夠引導臺灣成為一個正向的力量 我想這個黃會計師很早 對稅改是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這一次我拿了財政部的照片 我們看到財經所長 大家已經開始這個緊鑼密鼓 再透過這個討論 能夠讓臺灣的稅改走上一條 比較好的匡莊大道 所以在這次林全院長所提示的三個原則 我們也看到他包括營手稅 可能要從17拉高到20% 取消兩稅合一 那這點現在還沒有達到充分的共識 那這當中鼓勵守得可能要分離課稅等等 那我想對於這一次的稅改的方向 我先請黃會計師來給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我們到底這個稅改應該怎麼改 今天我在工商時報寫一篇文章 對 就是關於這個租稅 如何來促進經濟的成長 因為我們現在經濟太悶了 剛才主持人講過 為什麼很多公司要來減資呢 用那種旁門走道的方法 而不是把資金弄到資本市場 來促進經濟成長呢 這絕對跟稅有關 這個減資不要課稅 減資不要課稅 股息要課多少 百分之四十五 這太重了 所以我們特別要說明一下 現在川普總統當選以後 他要把他的最高稅率 從百分... 各公司所的稅 三十五 降到十五 對 個人所得稅它降到三三 可是我們現在是四十五 這幾乎是全世界最高 所以這麼重的稅 那大家說用減資 減資不用課稅 所以我這裡特別要提出來 第一個林權院長一再強調的 就是兩稅合一這個問題 那這兩稅一代好不好呢 在民國九十八年的時候 我們實施了兩稅合一 兩稅合一 當時因為李登輝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說這個價格百分之二 公司課了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 到個人還要課一個 課一個個人的中和所得稅 剩五百年上賅 所以就只要兩稅而已 這兩稅一實現結果怎樣呢 一年的稅收損失多少 你知道嗎 一千多億 在一千多億裡面 我要說明一下 這個二零一四年 就民國一百零三年 這是最新的資料 這個全國的申報戶裡面 有納稅人有六百零七萬戶 但是真正一千萬 最多的一千萬以上的人 只有一點二萬戶 就一萬兩千戶 占整個申報戶多少 占整個申報戶還不到 千分之一 還不到千分之一 但是他抵的稅多少 抵的總稅收的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這個 所以兩稅合一大家了解 了解結果 第一個 稅減的都是減在什麼 高所得身上 因為大股東來講 他最大的稅收入 就是來自鼓勵所的 他投資 但是他這個兩稅合一 實施的結果 這個減稅的部分 百分之四十五都歸在 千分之一的人身上 這是很不公平的 如果我們把這兩稅合一 汇除的話 我們一年可以說 以目前的減半 減半這個抵減來講 一年還可以增加多少稅收 你知道嗎 七百多億 如果這個七百多億能夠省下來 我們來降低個人的綜合所得稅 我們個人從綜合所得稅45是全世界最高了 所以我們把它降下來 是 降下來 美國是要降到多少 三四五 美國是三 不 美國要降到三十三 三十三 所以我們第一個階段是不是可以從四十五降到三十五或三十 這是最合理 然後最重要是股息 現在為什麼 剛才主任講了 為什麼他要用減資的手段 所以股息這東西 因為我們外資百分之二十課稅 國內的要合併美金稅 百分之四十五 對不對 那是不得了 簡直就不用課稅 所以我主張 而且堅決主張 應該鼓勵所得要按照百分之二十來課稅 婚禮課稅 同時我們所得稅華 大家記得 大家很忘記了 所得有十七條 有一個除夕投資特別扣除 當時因為十一兩歲合一的結果 把除夕投資特別扣除了裡面的 投資的股利所得排除在二十七萬免稅 免稅萬人類 這是如果說我們兩歲合一 這個取消了 取消了又 鼓勵所得納入這個扣體 鼓勵所得就應該有二十七萬的免稅 要恢復他所得稅要十七條 二十七萬的股息或利息的免稅 而我們把中低所得階層的 除夕呢 因為有這個二十七萬免稅的結果 把他鼓勵 他們走向資本市場 現在黃懷師講這個就是 現在對長期投資者 你怎麼樣給他獎勵 對啊 我們現在都相反 為什麼你現在是重誠 長期投資者 還有你獎勵 你鼓勵短線投機客 所以我說我最近對當沖降稅 我說很有意見 我們現在長期投資的人 你逼他去繳重稅 結果大家都放棄 那結果你鼓勵他股票衝來衝去 股票衝來衝去 這個如果可以獎勵的話 我說長期投資 為什麼你去重誠他呢 所以我說民進黨政府要很慎重 為什麼如果你是這樣做 你就代表你鼓勵跑短線 那我說如果政府的心態是 草短線那是不得了的 主席我再說明一下 主席你忘記 現在像我這個退休族 退休族沒事做 很辛苦的 一天長久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小額投資 這小額投資的結果 又要併你中的所得 所以那不得了 所以大家寧願把錢放在銀行 不願意去投資 如果你現在恢復了 二十七萬的除夕投資 特別扣除額的話 大家都不用課稅了 因為一年所得 我統計過來 大概中小這個階層的人 百分之八十的人 他的每年的股息收入 都不達到二十七萬 這樣就把他們的除夕 導入了資本市場 就活絡了整個市場 這是多好的 我想這個我們現在很多人 就是大家寧口 把錢放在銀行 結果他不投資 所以如果不投資 剛剛黃壞記者講這個 其實是非常有見解的 就是說能夠讓這種小額投資者 他願意進到資本市場 去領股息長期投資 得到獎勵 我覺得這個小英總統 是應該好想這個 我想這個就是現階段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 等一下回來 我想陳所長 可能來把這次你參加 我們這個兩場 這個在諸稅改革的論壇當中 這個從現場大家的發言 跟你的主張 也一併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好不好 稍後回來 好 剛剛黃壞記者特別提到了這個如果把這個小額投資人的鼓勵守得納入這個二十七萬的這個守得這個利息守得免稅的話 這個對臺灣未來獎勵長期投資會帶來很大的正面的效率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都聽得懂的點 那麼在這一次的這個稅改論壇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產官學 這個包括金管會的官員都參加了 這當中我們看到陳廷安教授 他對鼓勵守得 他前場反對 那這個大概他認為臺灣的有效稅率偏低 我們大概從這張表可以看得出來 臺灣大概現在到去年底為止 因為我們連續兩年的稅超增以後 現在大概十三左右 相對美國 日本十七點 南韓十七點九 那歐洲國家大概二十幾 臺灣相對是低的 這低當中其實大概有個盲點 我們看來第一個 我們有一些個人的這個稅跟費 大概是沒有淚到裡面 包括健保 健保費 或是健康捐 二代健保費 包括汽機車燃料稅 這個一年下來大概六千億左右是淚在外面 所以我們有效稅率在這個結構當中 他沒有裂進去 相對是偏低的 另外一個剛剛黃愷是特別提到的 個人守得稅 臺灣相對是高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 新加坡大概三點六到百分之二十 香港是零到百分之十五 一般的小的國家 大概小國體制都在二三十左右 但是大國都是比較高的 像希臘四十 德國到四十五 那華國到五十 那麼大致上美國這次這個修改的守得稅 如果到三十三的話 那對臺灣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在租稅結構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內涵 臺灣的有效稅利 臺灣一個守得稅 佔稅收比重達到百分之五十一 但是營業稅佔稅收比重百分之十三 臺灣有兩個一個是守得稅 佔稅收比重全世界最高 營業稅佔稅收比重全世界最低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整個租稅結構當中 我們要請教陳所長 就在這一次 你在這個討論會當中 大概也大概討論幾個重點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討論 跟政府將來應該怎麼做 來告訴大家 是 謝謝 那這一次的這個這個討論 事實上是非常難得 因為社會上會對於說 我們目前的這個資本市場的課稅 開始有檢討的聲音 而且能夠讓社會上來認同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政府應該把握 這次可以改革的機會 因為以往如果說要降低 這個鼓勵的課稅 事實上大家都會從很多不同的聲音 去反對 包括剛剛主持人講到 傑負濟貧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說 經濟的問題要用經濟的思維去解決 那所以現在林全院長也很清楚 說已經提出這個問題的重點 就是內外資的課稅差異太大 那營利界所得稅 跟個人所得稅的這個稅率差距大 那另外還有就是個人中國所得稅的稅率 太高 百分之四十五 那以至於說我們對鼓勵所得最後的課稅太重 那這些現象都是目前市場上非常清楚 應該要解決的問題 那所以政府當然已經在抄擬一些方案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你要針對這三個問題 真的提出有效的去解決 那針對說 像剛剛講說 這個怎麼樣讓市場能夠活絡 那臺灣真正現在問題 真的是在經濟要能夠藉著這次資金回流 還有美國的景氣確實也在回存 那我們自己的景氣也已經在逐漸的 在加溫中 所以我們應該把握這樣的機會 把我們的經濟真的再活絡起來 讓他投入 讓這個資金引入臺灣 投入我們臺灣的建設 那像剛剛主持人講到 開春以來 我們的股市開始交易比較樂弱一點 我們二月份的集中市場的成交值 是平均每天是九百八十五億 一月份的時候是六百四十六億 這樣子一天的平均成交值 就多了三百四十億左右 那貴買也是一樣 貴買一天的平均成交值 二月份是兩百九十二億 那一月份是一百八十五億 所以這個每貴買一天的平均成交值 二月份就多了一百億 我們如果交易 這個市場的交易量 每天多一百億 我們的證券交易是一天 就多三千萬 那一年用兩百個交易日 最保守去算 一年就會多六十億的稅收 那這個所以說只要我們把這個資金引入 那事實上有沒有在當充降稅 事實上就不重要 因為資本市場的交易自然就會活絡起來 那增加的擴大了稅積以後 稅收就會增加 所以其實這個財政的問題 在經濟如果能夠擴大 或如果稅計如果擴大的話 那解決的這個方案就會更多 解決的方法會更有效 二零零七年的整個資本市場 成交量是三十三兆九千多億 那個時候大概一年 課了一千兩百多億的證交稅 那去年剩下十八兆九千億 我們剩下七百左右 所以落差就五百了 所以去年我們的全國稅收還超增 我們收了兩兆兩千億左右 比一百零四年還多了八百九十億 但是證券交易稅少掉了一百一十二億 那這個證券交易稅的課程 我想是幾乎是非常簡單 完全沒有徵收成本的 那這種農業減益又逆課 而且又是對經濟來講 又是活絡正面的 那我們沒有去想這種方式 以及剛剛主持人點到說 我們的所得稅佔的稅收比重太高 對 那反而這個間接稅 營業稅佔的比重太低 那我們去年的這個稅收超增的結果 我們的所得稅 如果把土地增值稅加進來的話 那我們這個所謂廣義的 這個所得稅的佔全體稅收的比重 就真的是將近百分之五十 這是歷年次高 對 但是我們的消費稅 就是像營業稅 貨物稅 關稅 這樣的消費稅 就降到只有三十七點五 這是歷年的第三低 所以我想這個事實上主持人 還有我們包括政府 其實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們這個稅 整個稅制要做大幅度的 從根本去做調整的話 方向應該是非常清楚 那就是看政府要不要說 能夠有單單的去做 那所以我們說 像剛剛講提到說 我們中所稅百分之四十五 那這個百分之五的富人稅是 是另外加上去 那這個不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常態 所以現在在講這個稅改 從所得稅 就是說在總體稅付不變底下 要去調整這個鼓勵所得的這個稅付 去去做調整 這事實上有點迷失 因為當初這個多增加的這個波 一可扣旅稅減半 以及多增加中所稅百分之五 這個是臨時性的 這是特殊性的動物 加上去的多出來的稅收 如果這一部分還要說 也這個稅收不變的話 那你就一直維持在一個過度課稅底下 希望去維持總稅收不調整 這不見得 現在健全財政補充方案 到底怎麼要再回來 就是說這個在張盛禾時代 最近我看到奈士寶在臉書裡面 特別提到他臺灣經濟的邊緣化 到底誰造成的 我說那個就是你 因為那個時候健全財政補充方案 是你推動的 在張盛禾部長時代 國民黨立法委員全力通過了 那這個現在情況又改變了 到底要不要調整規劃 這事實上應該有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如果已經達到 就應該要落日了 那回到一個比較正常健康的 一個所得稅的課稅方式 那所以才會提到說 那既然說我們已經知道現在股市面對的問題 就內外資的課稅差異這麼大 那鼓勵所得課稅太重 所以我個人也是很支持說鼓勵所得 就應該是要分離課稅 而且你的稅率要跟外資一樣 如果沒有差異的話 你才可以真的有效的去解決這個內外資的這個差異 那以及這個假外資的問題 你永遠沒辦法解決 因為只要有這個稅負差異 這麼大的油營在那邊 那除了剛剛主持人講 這個減支來代替發股利 這個可以避稅之外 其實在在做很多的租稅規避 事實上還是可以把這個股利所得的繳稅 去減輕 那甚至不繳稅 那這個都是社會上 反而因為高稅率的結果去扭曲了 對 實質上反而是產生課稅不公平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在資本市場的稅制 把它做一個健全而且簡單 那大家公平容易瞭解 如果是單一稅率 那分離課稅 那如果加上說 剛剛黃懷之講說 如果是小額的投資人 可以有這個二十七萬鼓勵跟利息所得的 的出息投資特別扣除了 那其實就可以兼顧到這個公平 還有這個減輕這個低所得者 他的這個投資的所得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簡易有效的方式 是 我想這個最簡單一個 我常講一個概念就是租稅是經濟活動 最重要的遊戲規則 這個遊戲規則要非常縮密 而且訂得很公平合理 你只要有任何有洞的地方 那大概就會鑽著那個小洞就跑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外國人課百分之二十 本國人課四十五以上 這個時候當然變成外國人 所以你看臺灣有非常多的 都是企業家叫太太去申請新加坡國籍 我想他太太沒有在公司擔任職位 他可以到全世界 在臺灣不要超過一百八十天就可以了 然後他把錢放在新加坡 我就百分之二十 這個其實在租稅改革裡面 我覺得這個遊戲規則全世界大概可以比照 比方說你現在看到我們個人手頭稅 每個國家都稅理都不一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營業稅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這個營業稅那個大國 我看一下全世界大概都漏在 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之間 美國這次把他弄到百分之十五 這個是給大家非常高的 起發的作用 那消費稅 這個消費稅最明顯 為什麼臺灣五%是前置最低的 你可以稍微看到 我常講一個觀念 我們很多人到歐洲去旅遊 到機場的時候 一定會看到有一個人很多的地方 那個地方在退稅 為什麼要退稅 因為歐洲國家的消費稅 大概都在二十以上 最高可以到二十九 所以這種情況相對點二十五 所以你到這個國家去旅遊的時候 你還有二十五%可以退的時候 一定會退 臺灣五%你不退也不會感覺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說 全世界不管營業稅 個人手頭稅 包括消費稅 都可以比較的 那臺灣我們小國體制 我們常常講一個叫輕症減稅 那這個我們到底像這次川普的減稅 我覺得有一些 我等一下回來請教我們黃快祈師 就是說川普的減稅政策 到底給臺灣得到什麼樣的企劃 我覺得美國如果都能這樣做 那臺灣為什麼不行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從這種 國異國之間的比較來找到一個 我們稅改的發展的方向 我想回來我們再請黃快祈師來跟我們 來談談這個川普的稅改 給臺灣的企劃 稍微來 這個我們講到出稅 其實公平跟合理 還有一個各國可以比照 那我跟小英總統講過兩次以上 就是我跟他講說外國人 為什麼四十五 連小英總統都很難回答 我就說一個國家原則上 以保護本國人為優先 結果我們對外國人是相對是比較優先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了 要不要改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守得當中 剛才我講消費稅 臺灣全稅最低 但我們每次講到消費稅要調就這個這個截憑 技富 很多人都這樣講 全世界的消費稅 其實有很多 大概對你看那個芬蘭 他對那個食物飲料 他只課百分之十 他消費稅二十二 文化支出課百分之八 買輸 希臘對食物課十三 他消費稅二十三 買輸六點五趴 那另外餐飲這個在義大利的餐飲割十趴而已 食物這個食物割四趴 那買輸的錢 這個沒有割消費稅 他可以把一些這個平民的支出 再列為這個消費稅的減項 但是一般的收取一般收法的產品 他割重稅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對辛苦努力的人 割重稅 結果對玩樂享受的人相對是清稅 這個道理 我是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請教黃快議士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川普這樣一個稅改 跟我們現在很多的租稅原則 看起來好像是非常矛盾的 主持人剛剛提到一個很重點 就是當你辛苦在賺錢的時候 割他很重的所得稅 可是他在享樂的時候的消費的行為 你給他割清稅 這個這個結果是怎樣 就對經濟發展就有影響 但是我們一個思維就是因為我們割稅的人 就一個是所得稅 一個是消費稅 消費稅這麼輕 是不是我們可以把它提高一點 所得稅這麼重 應該可以把它減輕一點 但是我們所得稅 為什麼今天割到這麼重的稅呢 先天雜誌裡面寫的 我們花了三兆買了一個公平正義 買到四個字 因為我們常常說對富人課稅才是公平正義 大家知道富人課稅的結果資金是流動的 所以二十一世紀這個 而一個資本論 講了要退富人資本課稅 所以歐拉倫德馬上實施了課 富人稅百分之七十五 在七十五結果是怎樣 跑光了 跑光了 所高所的人都跑了嘛 對不對 還有LV 趕快都牽走 每天到比利時去了嘛 資金是會流動的嘛 是不是 所以他馬上沒有幾個月 就在刊停 違憲 而且民調調到四趴 對 所以你還記得 主持人 你還記得我們為了公平正義 這很可怕嗎 這個我們不是在 公平正義 四個字 等於把國民黨政權弄丟了 就是這樣嘛 對啊 所以監察院有一個報告 他是一百零二年 四月有一個報告 糾正文 說你們為了公平正義 結果要課證所稅 證所稅結果呢 當然公平正義 所以我說小英總統 要給張聖和頒勳章 正將交易稅 還少增了五百五十億 沒有增加一毛稅說 還少了五百五十億 資金還外流 外流了四千六百二十億的台幣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剛才你才提到 一個問題 很重點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川普得這個當選呢 你看第一次川普競選的時候 希拉維主張稅 富人課稅 你還記得嗎 第一次競選的這個辯論的時候 結果川普說 我一定要對人民減稅 他的減稅思潮是從哪裡來的 從這本書來的 這本書是Steve Hobbes Hobbes寫的 川普還替他寫了 如果你關心這個國家前途的人 一定要看這本書 他特別講這本書有多卓業遠見 這個就是說一定要flat tax 就課稅一定要一個扁平的稅率 不能太高的稅率 這對經濟影響太大了 所以這本書大家看到 這本書就是川普的這個能夠當選美國總統的思想理論從這裡來 我們看全世界的這個潮流 美國在減稅 但是我們我們這個所得稅百分之四十五 我們跟美國要降到百分之三十三 個人所得稅 香港十七 新加坡二十 韓國三十八 那我們怎麼跟人家競爭 四十五 所以我想這個減稅的措施 從所得稅這方面裡面 把它降下來 是一個世界的潮流 所以這裡特別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兩稅合一取消以後 把這個錢認為作為降低個人 綜合所得稅率 最好能夠到三十或者三十五 這個這個階段 然後我們在貨物稅方面能夠稍微能夠 還有一個這裡特別提到的一個 我們對常常提到消費稅的時候 很多人說那你不是傑平幾乎嗎 或者怎樣 好 我們最後的觀點是在哪裡 一般民生必需品 民生必需品都要給他免稅 所以給他免稅了以後大家就沒問題 那你要買LV 你玩享奈爾 那你要不要給他課中稅 是不是他在享樂嘛 所以這個消費稅 我們貨稅已經幾年沒有調整 已經很多的已經民生必需品 還是高費稅 很多的設置品 你也沒加稅 這個消費稅方面 是不是應該給他更多的一個思維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當作在降稅的階段裡面 我想我們將來稅改是往這個方向 好 我想這個現在林全院長的三個稅改 等一下會來請教我們陳院長 就是說現在的稅改 包括營利四位所得稅 我們現在百分之四七 那行政案現在是希望調到百分之二十 川普這次是全部的會除 那鼓勵所得 現在兩稅合一是要取消的 那兩稅合一取消 後面當然有一些重點 就是說到底應該怎麼課 這個現在還有很多的爭議 所以在這個鼓勵所得裡面 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如果課到百分之二十分離課稅的話 日本也是分離課稅百分之二十 大部分都是分離課稅的 很多國家像香港新加坡 鼓勵所得完全免稅 那大陸現在之期的 他超過一年以上他也免稅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同樣的鼓勵所得 大家領到市場的鼓勵 台灣的稅並入中後的稅 相對是最重的 現在如果兩稅合一取消 拿掉以後 我們在這個稅改當中 到底應該怎麼配置才能夠達到公平合理的目標 等一下回來請教程院長 好 這一期我在財訊雜誌上的受論 我特別提到 讓我們完成一次成功的稅改 剛剛我們討論區有看到說 台灣的對守得稅課得太重 對消費稅太輕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著重 比方說你像亞洲來講 台灣百分之五 新加坡百分之七 馬來西亞百分之六 印尼越南都十 然後印度十二點五 日本百分之八 南海也是百分之十 香港是零 中國大陸是七趴 大家可以稍微看 台灣應該站在什麼位置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 所以為什麼叫租稅改革裡面 我們總是有一些基本的這個改革的方向 那剛剛陳院長特別提到 台灣現階段是大家對稅改 渴望最高的一個改革 也就是說在過去幾年 在民粹極高的時代 在馬中文時代 他公平正義已經無限上綱了 那這個無限上綱 把大家搞得交頭爛耳 那也扭曲很多的方向 像本國人課中稅 外國人課清稅 現在週首的稅 大概回到百分之四十 那英首稅十七會拉到百分之二十 另外兩稅合一要取消 然後後面鼓勵所得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算法 三種要大概現在在討論 這三種不同的稅 這個包括要不要有最低的 這個扣底的這個 反正大家討論是 這個有多重角度 好 陳院長 你現在也告訴我們 在這次林全的院長的稅改當中 這幾個焦點 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想個人的稅率要降低 這個應該已經是共識了 那最少當初加的那個百分之五 是應該還還給人家 那事實可不可以再往下降 這個政府也應該可以考慮 就是在在這個財政 還有經濟發展的需要底下 那剛剛而且而且在估計 這個稅收的時候用動態的方式 就剛剛我們剛剛講 如果我們的交易股市的成交量一增加 那其實稅收又會增加 所以不要說用淨態 因為我們估計都用過去資料 那是一個淨態 但是現在很多學者最喜歡用這個 所以必須要考慮這個經濟 還有現實就是實際上企業的反應之後 這樣子做出來的決策 這是決策 就是數據只是提供給決策者參考 那決策者在做決策的時候 還要加上判斷 才會選出最對最有利的方案 那所以個人的稅率要降低 這個應該已經是普遍的共識 也是必然應該做的 那至於說公司稅率百分之十七 要不要調高呢 就是說如果如果 因為大家關心的是說 我們的公司稅率十七 跟中所稅率的最高稅率有差距 那這樣會不會說 藉著這個保留英語 不分配來做規避 你原來四十五趴 這個就是規避的 沒有錯 那所以如果我們中所稅 已經適度的降低了 那公司稅率百分之十七 假定公司不分配股力的話 我們目前還有一個未分配 會加增百分之十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公司加上百分之十之後 他的稅率達到二十五 就已經達到二十五點三了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已經相當拉近 這個個人的稅率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這個這個個人的鼓勵稅率 能夠適當地去降低的話 那事實上公司在藉著保留英語 不分配的動機又會降低 所以這個其實稅改的結果 因為你的稅定的時候 大家的反應是一個動態的 他會朝這個有利的方式去調整 所以我們在估計的時候 不要太太沒守成規 所以公司稅率要不要調高 要從很多購面去想 像剛剛比較說 在世界上去比較 對 我們有公 我們的公司稅 還要再考慮說 將來分給個人 要再課一次鼓勵所得稅 那有些國家是不課個人 鼓勵所得稅 對 像香港 新加坡 香港還有新加坡 鼓勵會出去是不再扣稅 所以我們維持百分之十七 是不是偏低 這要從很多的因素要一起想 那像鼓勵 如果我們用一個單一稅率去分離課稅 他事實上就有可能可以擴大稅跡 因為如果我們分離課稅之後 就不需要說像有些股東領的鼓勵 再把他捐出去 那就可以抵稅 對 那但是他可扣離稅額又可以退 對 所以像剛剛懷貴是假設退了 十七條 所得稅 那這樣反而不但他又可以把可扣離稅額退下來 那捐出去的鼓勵 又可以抵到稅 事實上你課不到鼓勵的所得稅 那有些免稅機構 他持股 那直接配給他 也是不課稅 所以我們如果說分離課稅 就鼓勵只要一分配出來 那大家都扣腳百分之二十 那這樣事實上稅跡就擴大了 所以這個就是政府去想說 那我怎麼樣讓這個稅積擴大 那大家的這個租稅負擔 能夠降低下來 平等地享受到這個經濟發展的好處 還有剛剛講說 我們雖然說內外資差異 當大家的用意都說 我要吸引外資來投資 那事實上的現實就是 我們國內已經有超額儲蓄 我們如果儲蓄率三十四Percent 然後這個投資只有百分之二十 那這個這個國內的超額儲蓄 都是國內的人的資金 那他為什麼你要鼓勵外資投資 為什麼不鼓勵國內自己的資金投資 還有外資現在的FPI 這Portfolio的投資兩千多億美金 但是我們FDI真正進入生產的 大概只有二十八億三 所以這個差太大了 對啊 所以這個這個你應該把鼓勵國內的自己就已經有了 所以鼓勵國內自己的資金投資跟吸引外資投資 要同等的對待 那你把這個這個鼓勵稅率降低 讓這個投資的因為稅率降低 投資的優因就提高 就會增加 這個是經濟學很簡單的道理 那所以政府應該是掌握這樣的思維 去把這些國內的多的這些超額的投資 那去吸引他來投資我們國家的基礎建設 那現在就是政府要去提出願景建設的時候 這當中我想院長現在最難得的 你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超額儲蓄那麼大 但是你把錢都趕他境外 我們現在金融帳淨流出連續二十六計 金額是兩千九百九十億美金 多少呢 九兆兩千億臺幣 這些錢是臺灣流到外面 那我流到外面去 我在外國境外再申請一家公司 再匯到臺灣 叫做外資 我就變成百分之二十婚禮課稅了 所以從外面來的外資 我認為一半以上是臺灣出去的內資 所以這更加不公平 也造成市場很混亂 照著資訊反而都是錯誤 我想就是你一個簡單平等的 好做的這個課稅方式 讓這個資訊反而更清楚 那大家也不需要花心思去做這些 是 避稅的收縮 那事實上反而很多的效率 就會發揮得更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契機 我們又就是經濟的問題 一定要用經濟的思維去解決它 那讓它變成是一個有效的幫助 是 好 我想這個什麼樣的政策 就會誘發什麼樣的行為 我有朋友投資臺灣 也投資香港 香港所有的配息 他全部都參加 為什麼 香港鼓勵所有的免稅 臺灣所有的配息 他沒有一個參加 為什麼 股票要除息的前一天 他一定賣光光 為什麼 他絕對不參加 所以臺灣到最後只能做短線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種 為什麼我講租稅是經濟活動 最重要的遊戲規則 就你這個遊戲規則定好 讓大家安居樂業 而且願意留在臺灣 能夠促成作為臺灣的經濟成長的動能 而不是把那些冒頭全部給他砍死了 我們過去一直都在這種心態 所以馬總統為什麼讓國民黨丟到他掙錢 我一直講 你通過正守稅到健全財政方案 我說國民黨保證倒 最後他當然倒了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說 租稅 我們在民進黨主政之後 怎麼樣能夠修一步 讓大家覺得有又公平又合理的稅法 我想這是一個關鍵 稍微來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我想全世界對鼓勵守得 其實大部分都是輕稅 那像臺灣這樣併入中國守得的國家 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鼓勵的守得 有一點扭曲 大家認為說這鼓勵守得有錢人才有 但是大家知道在資本市場的投資 他風險非常高 所以大家對風險的認知 跟他應該課什麼的稅 我想這個是大家心中 要有一些不同的詞來衡量 也就是說你的薪資守得 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鼓勵守得不一定會有 而且不一定會賺 而且你經常都是虧損狀態 賠錢去繳重稅 這個臺灣經常發生這樣的事 好 最後我想要請教黃愷 意思就是說在臺灣的稅改 我想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你也給我們現在小英政府一些建議 主任 現在剛才主持人講到一個鼓勵 鼓勵這是投資風險的報酬 所以投資風險 報酬 有時候你賺股息賠了股價 結果反而虧本 你要用重稅來課他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是覺得股息內外之一樣 百分之二十 同時現在恢復 除夕投資特別扣除額 每一個人有二十七萬的美墅 這是現在所得稅是規定的 而且第二個我要特別強調 美國的所得稅 公司所得要降到十五 所以我們十七 香港十六點五 新加坡十七 這是合理的 而且你衛生病假期百分之十 我們已經有 並沒有太偏低 所以不能再調高 個人中文所得一定要降下來 百分之四十五已經你看香港十七 新加坡二十 韓國三十八 美國要降到三十三 我們現在四十五 這個非降不可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你清稅不一定就是稅收燒 因為稅跡擴大了 那整個稅收就增加了 這是我最後要強調的一點 好 我想最後給我們陳院長 稅補充一下 就清稅減症 這個就是說現在林選院長 怎麼把握這次稅改的機會 對 因為現在剛好是景氣 在回春的時候 所以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第二個 現在社會上 對於說稅 稅埔過重 應該做適當的調整 這也是大家能夠普遍接受的控制 這是非常難的 這是人和 所以有好的時機 加上好的人和 對 加上這麼多的人 專家在幫助這個政府 提出這個好的稅改方案 我希望說我們的行政院 這次能夠真的把握這個契機 做出一個對臺灣經濟發展 可以長久的這個稅制改變 謝謝 好 我想這個 今天謝謝我們黃快技師 謝謝陳院長 大家知道在農曆年之後 臺灣突然很多錢冒出來 為什麼 因為回卡條款 大家在香港 新加坡 都淚入中國的回卡條款 這個資訊交換的範圍 所以很多錢就跑回臺灣 跑回臺灣之後 如果政府能夠殷勢力倒 把這個變成營造臺灣榮景的一個保命錢 我覺得稅改是會扮演非常重要的獎勢 我們期待林全院長的稅改能夠成功 今天謝謝黃快技師 謝謝陳院長 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收看 請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按讚 按讚